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2项的图是女人为主角 所以我们也找一下之前有没有哪一项是女人为主角的 我们看到了第三项 第三项是一位女皇帝拿着一把刀 这个女人就象征着武则天 手里的刀指的是武则天当政后屠杀唐朝宗士 再往后看 第十八项 一名女子坐在朝堂当中 身边趴着一条狗 庙堂中的女人象征着宋人中养母刘太后垂怜听证 旁边的犬则是狄青 这里是因为狄青的狄字 是犬字旁 而两张图感觉和我们要说的第四十二项有一点关系 第一幅图武则天是站着的 四十二项的女子也是站着的 十八项女子身边跟着动物 四十二项女子身边也跟着动物 根据之前已知的情况 我们试着来分析分析 不光是女人 其实男人也是一样 图中显示一个人的情况 多是在描述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 看来第四十二项最有可能是描述一个政治人物的项 这个人物是站着的 和第三项非常类似 第三项的女皇是在台前 所以这一项的这个政治人物 也是在台前 而不是在幕后 而旁边的兔子和第十八项的犬 是不是都是字迷呢 这个我们之后再来分析 女人身上拿的是一个琵琶 而地上放着一张弓 弓在推背图当中是有含义的 一般背着弓只带的是胡人 此外还有穿着清朝衣服的人 也是指带胡人 所以这有弓 是不是指带这个女人是胡人呢 但是琵琶又是中国的传统乐器 又有弓又有琵琶 看起来是不伦不类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是中西合璧的意思吗 那么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呢 之前呢我们说过 按照推背图的规律 第41项开始到第43项 甚至往后的项都应该是以 说中华民国为主在描述 所以和民国有关的政治人物 是谁呢 她的发光发热还需要在毛祸之后 那么目前最有可能的 就是台湾现任的总统蔡英文 那么到底是不是她呢 弓琵琶和兔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要想了解这些情况 我们就得继续往下看 趁月 美人自西来 朝中日建安 长弓在地 威而不威 美人自西来 说的是这个美人 也就是画上的人 来自西方 朝中日建安 政府渐渐的稳定下来 长弓在地 说明了一种武力威慑的情况 威而不威 虽然危险 但是没有危机 这里更加解释了 所谓长弓在地的威慑作用 那么趁离对途中的女人 有什么线索呢 指出了她来自西方 来了以后 政局渐渐稳定下来 而局势稳定的背后 是有一张长弓在地 弓是来自外族的东西 而不见人 只见弓 说明了不是外族的人 而是外族的武力 来帮助这个美人 稳定政权 这里长弓有了解释 但是琵琶和兔子 还没有解释 我们就继续看 颂约 西方女子 琵琶仙 脚脚衣裳 色更鲜 此时混迹 居朝事 闹乱君臣 百万般 这段颂约看起来 也是比较模糊的说法 西方女子琵琶仙 脚脚衣裳色更鲜 提到了琵琶 这个琵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很多人说出 这个琵琶是指文化艺术之一 引申的意思就是文化侵略 衣裳则说的是光鲜的生活方式 总结起来就是西方对于中国的文化侵略 我这里倒有另一种解释 琵琶在手上 弓在地上 这种情况我认为是表面上友好 但暗地里威慑 女子带来的不光是善意 也有威慑 但是这个女子并非是胡人 而琵琶也并非是外来的乐器 而是传统的中国乐器 这个脚脚衣裳色更鲜 则是形容生活条件改善提升 这感觉像什么呢 就是一个西方的思想的华人女子 来制式的感觉 后两句 此时混迹居朝市 闹乱君臣百万般 女子制式不在庙堂 而在朝市 朝市是市场的意思 形容这个女子进入民间 最难理解的是 闹乱君臣百万般 谁是君 谁是臣 这个君臣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并非简单的字面意思 在推背图第43项 也提到了 君非君 臣非臣 之前我们也做过相关的解读 这里所谓的君臣 并非是一个朝里的君臣 而是指代两个政权 对第41项 金圣太也曾经做过批注 对毛泽东的平叛是 义武士善我兵权 君臣之分 就显而易见了 不管实力如何 按照推背图的逻辑 大陆为臣 台湾为君 没有看那期节目的朋友 可以一步那期看一下 我的解读逻辑 我们回头来说 闹乱君臣 言外之意就是 让大陆和台湾两个政权乱起来 我们把我们所有的解读连起来说 一个东方人 带着西方的思想 坐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上 他坐上位置之后 就带来了西方的暗中武力保护 就像地上的那张弓 在位之后 他让两岸的关系乱了起来 乱了起来之后 有没有什么后果呢 这一项里面 也说出了 危而不危 两岸虽然乱 但是没有真正的危难 如果这样看的话 这一项说的内容 好像就是现在的时事 台湾目前 从某种程度来说 成为西方与中国冲突的桥头堡 架在中间被搞得非常难受 女子与目前的台湾总统 性别是吻合的 所以女子很有可能 只带蔡英文总统 蔡英文青年时代 曾经有过西方的经历 所以从西方来 也能对应得上 而所谓民选总统 就是不在庙堂之高 出入民间 这和此时混迹居潮式吻合 由于芯片的发展 台湾未来的经济 将飞跃 对应着脚脚衣服 而国际局势虽然危险 但是没有真正的危机情况发生 如果上面的分析准确的话 按照这种说法 所谓的武统台湾 两岸战争 是不会在这一时期发生的 这一时期对于台湾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机遇 经济上应该有一波走强的情况 但是地缘政治上 却是一个混乱的时期 但最后终究是有惊无险 琵琶 弓我们都已经说了 唯独兔子的情况 我们最后来说 动物一般在有一个主人公的巷里出现 指代的是副手的意思 蔡英文第一次当选总统之时 副手是陈建仁 陈建仁1951年出生 1951年正好是兔年 如果这个女子是蔡英文的话 这个兔子就是陈建仁了 那么大家最关心的两岸局势 何时破局呢 那就是最重要的第43项 今天白鹿探寻 我们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